现在离过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今年这个红爪打下来的红爪 现在陆陆续续的已经发足了 基本上也就5吨左右 现在这地方大概还剩下 有个800件 800多件 大概也剩下4吨 今年总体来算的话 可能我们这个打了 就是总共加起来 可能也就是10 前面是预计的15-6吨 结果现在打完的话 也就只有12-13吨红爪 因为今年的红爪相对来说也比较干 并且像这个地方 是装这些红爪的时候 挑出来的所有的 就是不好的爪 肯定里面个别的 肯定还会多多少少有一点 但是每箱子里面 我们都多装了一点 去年做了一点 然后大家反馈了一点 因为去年爪比较早嘛 然后干度稍微差了一点 从树上打的时间晚一点 也刚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所以就更晚了 今年的爪相对来说 是干度 干度是比较好的 现在大家也应该陆陆续续 就是收到 收到这个 我们的红爪了 然后希望大家在评论区里面 留一下言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实话实说 好吃就是好吃 不好吃就是不好吃 或者说是有什么 意见 我也希望大家多提一点意见 在评论区多说一下 我们做的不足的地方 或者不好的地方 然后今年这个 快递也不是很给力 因为现在到处 因为路上走得很慢 然后各方面的原因 大家能有意见的话 都是提一下 到明年的话 我们会想办法更努力 做得更好 给小伙伴们看一下 这些淘汰的枣子 脸口的 虫咬过的 鸟儿刀过的 这些都给驴子吃了 看一下现在还剩下多少 来看一下这些干肚 干肚港港的 去年大家反馈的是 咱们这个枣子干度不太好 所以今年呢 咱们特意把这个枣子 弄到干度特别好的 发给大家 结果今年 昨天和今天 都有小伙伴给我说 这个干度有些太好了 然后就感觉 有一些小伙伴就个别的 反正目前反应到我这边的话 有两个 有两位小伙伴 反应说是干度太好了 是不是拿水泡一下它就软了 其实这种情况我不建议大家泡 就是说是 要不就是煲汤 要不就是你敞开 给它放一段时间 因为内地的气温 气候都比若强要湿润一些 它自然慢慢的反潮 它那个 就是甜度啊 湿度它会刚刚好的 小伙伴们 大家想要下单的啊 就得快了 因为 这个快递再过三天 然后 运费就要涨 两倍以上 比如说 打个比方 原来是25块钱的运费 现在 要涨到60到65 到时候就特别不划算 所以说 这两天 大家还想要被粘活的 就得快一点 好了 关注 我是阿宁 永床天上的日子 咱们彼此配观 拜拜 拜拜